镇五大厦一带市政区将变得更加绿意盎然,并成为一个艺术文化休闲中心。 繁星工程预计能明年晚工,成为政府送给新加坡人的建国中50周年礼物。 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发表博文说,市政区古迹多,景色美,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。 经过充分的咨询和讨论,市政区的全新规划已经出炉。 市政区将成为一个文化艺术休闲多元场所,给公众一个律意盎然,安全的步行环境。 市政区在去年公布了市政区重新规划,获得了公众的良好反馈。 市政区也将开闭更多的新公共空间,方便公众举行各种活动。